三屆侍帝郭俊安 近年不時都會北上登台演出《雲真銀》 不過最近他無辜被捲入一宗地產糾紛 因發網民關注 事源有人先後在灣仔和旺角拉大字報橫牙 聲稱郭俊安侍帝好男人代言詐騙樓盤 並要求他出面交代 有記者迅速聯絡上郭俊安查詢事件 看到被人拉大字報橫牙 安仔也相當無奈不停嘆氣 他解釋自己並非該樓盤代言人 只是2019年曾經在內地擔任該樓盤活動的表演嘉賓 想不到事隔這麼多年後 事情會發展成這樣 安仔又強調 自己絕對沒有為這個集團任何一個項目擔任過代言人 所以當他看到新聞時也感到非常震驚 不過他表示 也可以理解這群內地虎主的感受 雖然他無古受牽連非常無奈 但也幫忙呼籲有關部門可以介入幫虎主妥善解決 另外與安仔又同樣遭遇的麥寧寧師傅 他因為2018年曾為樓盤活動港運程 結果又被誤當作是代言人 寧寧師傅表示 已經向該樓盤地產商發律師信 他同樣幫忙呼籲地產商盡快出來好好解決問題 在下路盤活動港運行開